我是一个极度虚荣的人 就是你是我的家的朋友圈 然后你在里面批评我 我会拉黑你的 我会生你气的 离时评论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白鸡丛 因为每个时期的东西 没法互相比较的 可能过去在做电视剧的时候 有过一些戏是比较 觉得比较好的 但那天早期 可能那个时候 大家做戏的时候没那么浮躁 功力心也没那么强 你说非常满意 可能从成绩上来看 有些项目我们会觉得很满意 但实际上就从我们自己 内心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就是希望以后能做出更多 让自己觉得更好的作品 可能很多年轻观众 他看惯了这种 这种仙侠玄环类的东西 他会觉得武侠局的刺激度不够 并不是我们在去 想要做什么内容 而是跟着这个市场在走 这个市场里边 有一些内容是比较 比较能够获得长期的 这种生命力的 例如说涉案类的东西 悬疑类的东西 它一直以来都是 更多的观众会关注的内容 因为人有好奇心 然后这种探险类的东西也是 尤其是对于 男性的观众来说的话 可能会觉得 这方面内容会比较有吸引力 我是坚定的认为是付费 因为我们过去作戏的时候 要顾及很多东西 如果说最后 我们进入到付费的话 我们只要伺候一拨人 就是观众 而且还是喜欢你这个类型的 这个细分市场下的观众 可能是一些所谓的爆款 头部的内容 它是更具备付费的可能性 就是它内容非常好 制作很精良 然后内容有吸引力 这时候观众 你看了前面的时播集之后 你愿意去付费 看后面的集 它一定靠内容去吸引的 编剧这个行业 我不认为它是科班 就一定会怎么好 科班学到的只是技巧而已 而所有的技巧 是可以在 并不花很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可以学会的 那我知道的很多网络写手 他们很了不起 他可以连续很长时间 每天保持这个更新量 你比如说三少 他家三少 是不是每天几千字 他是那么多年 十几年不停的 这没有编剧做到这一步 就是很多编剧脱脱的 一塌糊涂 那我们花很贵的价钱 请到演员之后 这个片子非常贵 但是能卖掉 可是当我们 花这个很便宜的钱 请到演员 这片子拍的也不错 然后卖的也不贵的时候 卖不掉 那这种情况下 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讲的话 没办法 我只好去找演员 其实我是觉得 可以调一下顺序 就是说 编剧和导演 这两个如果都会的话 去做制片人 会变得非常轻松 就是如果编剧和制片人 做得很好 到做导演的话 一定会非常花钱 因为我最早就是因为 做导演的时候 老是被预算处处撤走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做制片人 这样我就以后 可以让自己拍戏的时候 预算变得宽裕一些 但是幸好 我做了制片人之后 没有再回去做导演 否则我一定是一个超智狂 我是一直有这些社交工具 但是我不太会在上面浪费时间 因为我玩这些东西 特别容易沉迷 我是一个极度虚荣的人 你是我的家的朋友圈 然后你在底下批评我 我会拉黑你的 我会生你气的 大家都发的时候 你不发可能是另外一种 装逼的方法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